鳳凰城太陽作客 仍然希望爭取到季後賽入場獻的加勒4比0 主隊今天擺出來的陣容是巴朗戴維斯 再搭蒙達艾利斯 蒙達艾利斯剛剛這個 交出來被史提芬直神追過3分球 話口未完結 馬上又追了一球 6比3現在鳳凰城領先 這一場都可以預計得到 可能真的大家鬥拿分的局面 在藍體建功就是艾爾夏琳頓 這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調整陣容和鳳凰城 另一個原因我相信是今季 因為艾利斯在3場對鳳凰城的比賽中 全隊得到 就用時隊領先 很多人打算 太陽隊教練彈東尼 將這個快上快落的小球戰術 帶來NBA 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是 沒有身體的接觸 Steve Nash跳成不中 阿瑪利斯達米亞 差點搶到藍板 不過一件事暫時做得不錯 今集中線這一邊 什麼位置做得不錯的 藍體 又一球 即訊李察臣 看回來 交過來這邊 即是一個單檔在前面 完全沒有人來威脅他 深壓一下力 推上去打小… 不是小晉� 打正中鋒 蒙達艾利斯 李察臣 即訊李察臣 哇… 又中一個3分球 因為他們很快 可以追回來 Roger Berger跳成不中 蒙達艾利斯 搶回藍板 而且大家打的節奏 很明顯 今天在早段看到 其實今季三場對賽的賽事 這兩隊球加起來 加起來也是過100分的 打正中鋒 蒙達艾利斯 李察臣 說到即訊李察臣 哇… 又中一個3分球 因為他們很快 所以可以追回來 Roger Berger跳成不中 蒙達艾利斯 搶回藍板 而且大家打的節奏 很明顯 今天在早段看到 其實今季三場對賽的賽事 這兩隊球加起來 都是過100分的 拿了3分 剛才吹了即訊李察臣犯規 他領先的26比13 是今週勇士 即訊李察臣 想打背籃攻 球回傳 他想爆到貝爾 定奧邁與吳邁之間 這次走進中間 看他不一定射3分球 鋒走過範 這邊蓋上來 應該是馬利安 整個球 馬利安最近的狀態 其實一般 輪到這邊 再次用即訊李察臣 去爆這個Roger Bell 這次專身跳射 簡直是不… 看回看 今天李察臣 外又有打內線 一樣沒問題 遇到這個合作 對於他有利 壓在貝爾 剛才帶到中間 這次貝爾吃的位置 吃得好 飛到位置 一樣沒問題 好了 馬利安 在全勝當時 被波蘭達 打個荷包 二大一個快攻 三大一隊 交往左邊 上來的史提昆 真是頭痛 完全不知如何去對付 所以這裡鳳凰城落後 這麼多 相信這段時間 都要靠這個Pick and Low 去拿回多點分 好 這球球 孟達亞利斯 在… 換了艾爾夏凌頓 和斯維文職晨回來 其實對整體 這個球隊的風格 真的很有幫助 因為兩個 打這塊上快樂的籃球 絕對是他們的專場 好了 在零角 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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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節奏 這一段 都慢了 要休息一下 巴蘭達維斯 前面 找職神 位置比較遠 貝爾 在外面 一直頂著他 接不去 太陽隊要打得多一點 針對 合作 就是 波蘭達維斯 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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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桿鐺 琪斯 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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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今年年初時用梅菲和進攻 打防守就一般,但做了一個遠射的工作 但在尼爾遜教練眼中 他說叫他組織進攻是不行的 這一點其實令人有點奇怪 先看一看 職域出線,他的動作不錯 他已經拿了11分 延長暫停,看一看 主隊領先,12分 看見他們關聖地開球打得這麼好 但現在只是領先6分 打完一次拿45分 但竟然領先6分 不過沒辦法了,鳳凰城呢 只差7分,只是60比53 好,猜猜過來這邊,空曬 再分到角落頭不射 先包兩大維茲 這次你們不射嗎? 死定品即使喊了我 輸了三場 剛才提過,今年三次輸了給鳳凰城太陽 很漂亮 巴布莎今天第二次在籃底下 炒了這些球 近距離拿板 拿一大維茲,輪到這陣 60比58 看看剛才J Bridge 這球踩上籃底劍 他拿了23 用比翠斯的工具 總之令他拿船不能休息 好,這次交往中間 要入邊走上來的班師 巴布莎怎麼用呢 就是他說要打得更投入 注入一種活力的時候 就用巴布莎出來 李策臣又入了 李策臣又入了 我覺得上半場的比賽 形勢應該只差大約七、八分左右 不是像現在那樣 拚拿樹 但是他的速度 可能拿樹跟不上 拿樹掉了 波開半空中 被人拿了 二打一塊 夢多艾利斯搞定 其中一個就是艾利斯 MBA唯一一個 在上季到今季 得分給他進步多的球員 這場都有份打 就是小達米亞 不過去年他只打了三場 李策臣又打了空位 不是叫他取替巴朗大維斯 看看即算李策臣剛才的挑選 扯入 但是是一個好看 勇士實在 這些球不可以給他 蓋上那麼多空位 李策臣三分球 九十分 九十三比七十三 連場一個暫停 對廣告之前 看看J.Rich這個三分球 板金馬勇士贏了 32-25 這個不奇怪 因為太陽隊平均每場球 金季 被對方搶少兩隻藍板 史蒂芬 即成踩入中間 搞定 招抄的 帶球球員 貝爾在外線 邊走邊射 拿板 這個球也都是 真的比他想出手的位置 圓圓的 這個球先給你看到 手錄 相關巴朗戴維斯 就被蒙達艾利斯 打Point Guard 給卓斯一個挑釋 比特珍斯 搶回盡到藍板 J.Rich 真的沒話說 賺到今年換他 簽他回來 還是打算 讓拿薯姆打得那麼辛苦 但是 他在組織快攻時的決定 令彈中尼教練不滿意 史蒂芬即成 三分球了 勇士隊今天 真的你的藍框拋揹起來 都好像可以進入 彈中尼教練不滿意 這裏是一個turnover 接著來到對方 二打一個快攻 左邊被卓斯入進 很像 能夠在一季中 贏到25場的主場 除非真的很漂亮 或者時間還很少 或者說 其實以他們各邊的 配合速度都很… 即是可以 鏟鏟在中間 就算進不了也打算犯規 哎呀 糟糕了 即成 喔 少了即成事 好 好 好,丁澳也要翻球了 這麼大就作用不敗了 最後戰果是124…